美中貿易戰長期抗戰 那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國際的利多利空消息一定是非常充斥 但是在個股的選股當中 似乎還是有一些些多頭的火種 冠青的確沒有錯 我們剛剛提到其實華為的 不管說華為或中國大陸的一個去美化 其實帶來很多的商機 我們就舉例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是3455的油田 事實上油田這家公司 他不是在開採石油的 大家不要搞錯了 他是什麼 他是全台灣最大的自動光學檢測設備 AOI的一個設備商 什麼叫做自動光學檢測呢 就是說他用機器視覺去做檢測技術 所以用不到人了 所以很多以後這些人工 用眼睛看的這些人工呢 我想可能都要失業了 而且他是最大的這一家AOI的公司 而且他上半的一片4.97 不過4.97其實他有部分的是一些 應該業外的一個收益啊 不過這個本業部分 其實表現的也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情況 除此之外呢他本身本來就是在供所謂的一個面板客戶 他的三大面板客戶分別是 就是鴻海哦大家說鴻海在做出面板嘛 鴻海當然有做面板 這不管徵程廠什麼來的對不對 包括友達 友達當然有做面板 甚至包括最近最紅的叫做京東方 這個禮拜的一個大新聞是說呢 這蘋果啊 他可能OLED的因為這個 南韓的沒有辦法供應到那麼多 因為一個上 上游的關鍵材料這個缺乏 而使得呢他要在2020年開始 轉向京東方去買OLED 所以如果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對於油田本身的業績 是不是只有加分的一個效果 我想這值得期待 另外公司之前就有提到說 他今年開始啊 跨入所謂的AI缺陷的分析系統 因為目前為止佔的營收是5%到8% 但是他的毛利率呢是多少 是7成的毛利率 比他所有怎麼做設備怎麼做機器的一個設備 這個毛利率呢50%都還要高很多 所以這部分如果在未來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應該說未來的佔比率 能夠從5%到8% 提升到10%到16%的情況之下 我想呢這可能成長性呢 可能就會非常的大 另外第四季本來就是油田的傳統旺季 所以每年到第四季 他的任列的入障特別多 因為到第四季 特別很多人會準備去買 機器來過入障等等的 我想這可能就是一個 去美化的一個主要社會股 除此之外 我們看到其實另外一檔股票 叫做4915的一個自身 自身其實我們先前也在這個節目 甚至包括這樣股市現場裡面 談過還蠻多次 甚至我也寫在這個非凡商業週刊裡面 我記得沒錯的話 端午選股裡面就寫了這檔股票 這自身為什麼要選 講這檔股票 因為它是一檔TWS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受惠股 它是全台灣呢 前幾大在做這個 所謂真藍牙無線耳機的 其中一個廠商 而且今年升學部門的營收大爆發 為什麼大爆發 因為市場說他搶到美率的訂單 不過真實性我不知道 但是呢 這只是傳言 傳言而已啦 我們不知道啦 不過重點是他之前在法說 有提到說 他今年有兩款主要的耳機訂單 明年呢有五到六款的 這個所謂的升學 應該說只會傳這個 應該說所謂的TWS的一個訂單 所以看起來不錯 而且一些大客戶 這FORCE呢 好像也都是這個 應該說新的一些訂單狀況 都是相當不錯 還有包括 其實這邊說 它的一個另外在相機部分裡面 手機鏡頭模組裡面 它有3D感測的一個模組 這部分的新訂單加入 所以公司其實講的 我認為是蠻囂張的 他說這個 他說是史上最佳下半年 這句話是公司 公司講的 史上最佳下半年 他自己講的 所以呢 你把這句話記起來 若不是的話 請你跟公司講 那另外還有一張股票 我想是內需概念股 叫做2915的一個這個潤泰權 這是純從財報去選股 潤泰權今年上半年 淨值增加了60元 為什麼 因為他轉投資的南山人壽 大賺特賺 60塊錢啊 對 他現在淨值110 這邊看到淨值多少 110幾塊錢啊 所以是相當相當的誇張 可是這是業外 不過這也不能算是業外 因為他本身 潤泰權今年做了一個很大的動作 他本來有一個洋煤廠 他把它給這個人員遣散之前掉了 他等於幾乎本業 紡織部分只剩一點點點 甚至他很多東西 他是丟給別人去代工 所以他等於算是在轉型 他在轉型成為控股公司 所以今年光靠這個南山人壽 所任列進來 過去可能這個 過去的狀況比較不好一點 光靠南山人壽 他所任列進來的部分 任列非常多 因為他所轉投資的潤城 潤城主要是轉投資南山人壽 可是其實他也不只是只有潤城而已 他也投資什麼 潤泰西還有投資日有 我想日有的股價 這個是都將近300塊 260-270左右 甚至還有投資這個 新藥股的一個中餘這部分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今年去結束了 洋煤廠的營運部分 事實上市場認為說 這準備要活化資產 因為大家知道潤泰 潤泰權的另一面叫潤泰新 潤泰新其實他在蓋房子的 甚至做這個資產開發 我想這都可能是未來 主要期待的一個重點 好這三檔的個股 股價順便簡單幫我們掃一下 的確沒有錯 其實我們認為這股價部分 其實如果說一個 淨值跟股價來比的話 當然這個潤泰權的一個 這個差別是最大的 淨值110幾塊 然後呢股價只在70塊出頭 今天有一個新聞 應該說禮拜五有一個新聞 這國泰 國泰的這個 國泰的應該說 國泰的什麼估計淨值 有什麼五六十塊錢左右 可是呢 他這現在股價還多少 股價40幾塊 說真的其實差別而言的話 就以這個潤泰權的話 他差別有一段距離 所以應該是值得期待 另外包括自身部分 其實他前一波股價 已經跌下來到現在 我認為其實 我認為說這邊股價說真的 已經不到應該說 已經不算一個 相當貴的一個程度 好 那在明哲的部分 還有最後一個選股 好 最後我們幫大家挑的是 那個6141的博程 因為他是現階段 雖然說不是市場討論度 最高的華為供應鏈 但是他是小米的這個 主要的PCB的供應廠商 那因為小米 事實上在印度取得 市佔率第一名的一個 成長的成績 所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他最近期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一個昆山廠的架動率 實際上大概也到九成 左右的水準 是幾乎接近到 所謂的滿載 這樣的一個情形的時候 當然架動率的提高 對於毛利率 或者是整體獲利的水準來講 都會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幫助 再加上說 他原本舊的會養廠 現階段要做處分 那公司預估是可以獲利 1.09億人民幣 那如果說以這個 他的一個股本13億 來做計算的話 等於是說 EPS貢獻大概可以到 3塊4 3塊4左右 以目前的一個股價 大概20幾塊錢來看的話 目前當然是屬於一個 本益比偏低 再加上說去年的一個 這個上半年的獲利 呈現大幅度的成長 我是認為說 後續的一個股價 應該是具備有表現的空間 所以看得出來 在這些股價的位階 還有他在未來的這個成長性 來期待的話 今天兩位來賓 也提供這樣的投資組合 提供給您做留意 好 非常謝謝關青 也非常謝謝明澤 以及謝謝您的收看 股市週報 每個禮拜天晚上8點到9點 在非凡商業台播出 那當然我們YouTube 非凡商業台的官網 每個禮拜天晚上9點 也準時推出我們的單元 感謝您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傑亨 好 沒有 你們 你們 我們 你們 我們